纵观整个传染历史 能够看到人类生生不息的这个努力 自古基金 传染病史不绝书 杀人最多的传染病 可能主要是两种 一个是鼠疫 另外一个就是添花 杖气这个东西 对于古人来说 也是谈虎色变 那么古人在应对瘟疫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经验呢 古代也许没有系统的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起码 有着医学实践的经验 有着我们星火相传的传承 大家好 我是于庚哲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来讲一讲中国古代的传染病 以及中国古人应对传染病的方法 传染病啊 咱们这么说 在人类的历史上 起码有长达好几千年的时间 它是导致这个古人死亡的首要原因 所谓传染病就是由这个细菌 病毒 螺旋体 医原体 植原体 原虫等这些病原 微生物引发的具有传染性的这个疾病 与我们的这个想当然的不一样的是 其实啊 远古的人类从我们目前考古 对他们的骨骼的分析来看 他们受传染病的影响反倒并不大 不是大家想的是来了一场什么传染病 然后整个村子就团灭 还不是那样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远古上古时期 你们说旧时期时代 那个时候地广人稀 两个部落之间极有可能是老死而不相往来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传染病啊 传染渠道比较狭窄 所以他们呢 受传染病的影响反倒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可是自党 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以来 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繁衍 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多 商业活动的这个频繁 结果传染病反倒就成了人类致死的首要原因了 而且咱们这么说 从文明时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 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都是如此 瘟疫是史不决数 但是非常遗憾的一点是 一直到明清地方史学兴起之前 我们对于这个瘟疫缺乏一个明晰的数据的统计 比方说哪些地方遭遇到了瘟疫 什么瘟疫 死了多少人 受影响了多少人 病了多少人 这些呢 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我指的是明清以前 而且史观记载瘟疫有一个基本原则 把它们纳入到了五行灾疫的体系之内 所以重定性而不重定量 但即便如此 由于瘟疫影响巨大 所以它仍然在我们的史书当中 有很多的痕迹可以探寻 到了1957年的时候 按照那时候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 这个年间的统计 传染病仍然是中国人致死原因的 这个排在前列的原因 你比如说1957年 影响中国人健康的主要疾病 也就是致死率高的疾病 一个是呼吸系统疾病 这个当中传染病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还有就是其他的急性传染病 另外肺结核 肺结核大家知道也是传染病 然后是消化系统疾病 心脏病 脑血管病 恶性肿瘤 神经系统疾病 外伤及重度 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下两本书 一个是中国古代 疾病流行年表 另外一个是三千年疫情这本书 我们可以看看 中国古代的一些传染病的基本状况 它按照以正史为主 给大家做了一个时间上的梳理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瘟疫 我们不要以为欧洲中世纪有黑死病 在欧洲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们中国古代好像这方面的技术比较少 是 我们没有过黑死病那样 导致一半以上人口死亡的那种恶性传染病 那么大规模的 那么广泛的这种传播 我们是没有 但是我们历史上大瘟疫也是多次发生 尽管可能造成的恶劣的后果 没有黑死病那么严重 但是已经对于我们中国历史来说 也是一个不可抹雀的黑色的记忆 你比如说东汉后期的那场大瘟疫 东汉后期这场大瘟疫 从灵地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一直绵延到汉县地这个时期 史不绝书 到了何等地步呢 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就回忆过 说是他们的宗族原本有二百余人 建安纪年以来啊 从建安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 张仲景说 其死亡者三分有二 死了三分之二人 所以张仲景钻研医术为了什么 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残景 立志要拯救苍生嘛 这就是他的一个用意 曹植说利器 也曾经描绘过这个建安22年的那场疫情 说那场疫情 家家有僵尸之痛 世事有豪气之哀 到了何等地步 就是说每一家都在出病 家家都有死的人 甚至有的这个家族灭门 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 而且他还注意到这场疾病 有什么呢 有阶级性 他注意到说 人力辞者 皆批贺如获之子 今始彭户之人儿 若负殿储顶时之家 重叼磊入之门 弱势者嫌疑 也就是说穷苦人 得传染病的几率 大于那些富贵人家 为什么 你可以想见 传染病爆发的时候 越是穷人 他是手停口停啊 他一日不劳作 一日就没饭吃 他必须冒着风险出去工作 结果在这种过程当中 他得这个传染病的几率就比较大 而这个忠宁鼎时之家 这些富贵人家 他们有条件关起门来 对吧 过自己的日子 这种情况下 他得病的几率就比较小 所以啊 这个传染病 也是有阶级性的 到了一战之后 二十世纪一战以后 西班牙大流感流行的时候 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当时欧洲已经有了 比较发达的这个社会学 人类学的调查机制 在那里边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平民区 得病的人 比富人区的人多 而富人区当中得病的人 还主要是富人家里边的那些什么呢 那些仆人 他们得病比主人几率要高 原因就是 跟这个刚才我说 曹植这个提到这个现象 是一样的 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战乱的年代 本来就是一个民不聊生的一个时代 再加上瘟疫的打击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屡遭重创 明朝也一样 也是明朝后期 气候变化再加上这个瘟疫的打击 虽然说这可能不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但起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嘛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另外一个 在中国古代经常提到的一个传染病 什么呢 人人文质而色变的一种疾病 障气 现代医学没有障气这个词 那障气是怎么回事 障气说白了 是南方地方病的一个宗城 它最早起源于汉代马园争交纸 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马园的军队据说遇到了障气 当时那个障怎么写呢 还不是这个病字头 就是这个祖障的障 因为人们北方的军队来到了这个华南 来到了这个交纸作战 他们没有遇到过这种南方的地方病 见到了之后呢 见到自己的士族死亡 死伤这么的惨重 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祖障之气 所以叫做障气 结果到了南北朝的时候 才加了个病字头 变成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障子 这个障气究竟是什么病 现在认为呢 它其实是很多南方地方病的一个宗城 你比如说这里边 包括恶性悦记 血系虫病 枪虫病 等等等等 瘧疾 按理说北方也有 但是北方的瘧疾主要是什么 是什么 尖日虐 三日虐 卵形虐呀 这个恶性虐 主要是南方 所以这种障气 这种瘧疾 北方人不熟悉 因为它的症状跟这个 北方人熟悉的那个尖日虐这些不一样 一上来就是高烧 没有那种间歇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人们就把它认为是障气 这个障气对于当时的北方人来说 可以说是 谈虎而色变 谁一说到南方去 大家都担心个障气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刻板印象 因为他们不仅认为 障气是个自然问题 他甚至把障气问题 跟这个地方的这个风气不正 跟地方的这个野蛮 等这些都联系在一起 它是个综合的一个世界观 所以这个障气在当时来说 也是这个重要的一种传染病 它实际上是南方多种地方病 地方传染病的一个宗称 另外 有一个词就跟这个障气密切相关 反映了人们当时对这个南方 这种地方病的这个恐惧 什么呢 鬼门关 咱们现在一说 哎呀生死关头 过了鬼门关了 鬼门关确有其地 就在今天广西的这个北流县 这张图片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鬼门关 那个太平预览 引唐代的石道志说 鬼门关在北流县南三十里 两时相对壮若观壮 然后说这个地方啊 西时驱交止皆有此关 以南游多丈力 去者罕得生还 故宴曰鬼门关十人去九人还 你可能听着 十个人去九个人回来还行吗 十分之一的死亡率够可怕的了 好不好 好家伙 你和自己的兄弟或者自己的闺蜜 组了一个团 大家出去旅游 然后出发之前 你跟兄弟或者闺蜜说 咱们这个十个人啊 这回去了啊 必死一个 可怕不可怕 所以那时候人们提起仗力 简直是谈虎而色变 唐代李德玉 被贬到崖州的时候 写了首诗 贬崖州 那里边就说 崖州在何处 生度鬼门关 就是我活着已经过了鬼门关了 崖州在哪里啊 崖州在海南岛啊 把它贬到海南岛去了 所以 这个鬼门关的传说 就足以体现 人们对于仗力的那种 恐惧的那种心态 而且到了后来啊 仗这个词出现了泛化的现象 就是凡是 这个莫名其妙的 造成人们大规模的得病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气 就会被人们称之为叫瘴气 你们要说 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反应 就被这个魏晋随唐的人 称之为冷藏 因为南方热嘛 对吧 它跟南方藏不一样 它是高冷地带冷藏 就这样的一个词 所以说这个瘴气 这个东西 对于古人来说 也是谈虎色变 还有一个就是肺结核 肺结核对中国古人的健康 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呀 你想一想《红楼梦》里边 林黛玉 对吧 从会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吃药了 那不就是肺结核吗 在这个一新方当中 就记载了这个肺结核的这种普遍性 而且说肺结核 那个年代叫做传食病 这个鼠地把它叫做受病 因为得了肺结核之后 人非常消瘦 江左 江南 称之为转柱 然后呢 有的地方的方言 称之为叫伏链 还有地方称之为叫夜碟 还有地方称 小孩得了这个肺结核 叫做无辜 还有地方称之为叫骨针 还有地方叫做肺尾 总之一句话 肺结核 名称之多种多样 足以反映出这个病的这种普遍性 烙病 对不对 再往后不还有个烙病这个词吗 这可能更为中国人所熟知 所以这种病 应该说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 死的人也很多 宋代的轻易路 甚至用一种无奈的黑色幽默的手法 说这个病叫异己 说这病叫够异己 为啥呢 说是一旦得了此病 是非死不已 一传十 十传百 辗转无穷 故号异己就这病够意思 此病面前人人平等 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在这个面前都是平等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所以叫做异己 这就是个黑色幽默 这个病很多名人就深受其害 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王阳明 这张画像是王阳明晚年 他的学生给他画的像 还没有来得及上色 王阳明中晚年的画像 目前存世的还有好多张 但是不管是什么版本的王阳明画像 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销售 王阳明就是一个肺结核的患者 他晚年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这个不等皇帝批准 他就弃官而回老家 为什么 他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 我要死在家乡 后来他就在路途之中 死在船里边 王阳明在弃官之前写的 起恩赞容回籍就医养病书里边 就自述过自己的病状 什么呢 咳嗽 腹肿 恶心呕吐 食欲低 而且长期有利己 就是腹泻 这个症状是典型的肺结核的症状 腹肿 电阶质紊乱 腹泻 这就是含结核杆菌的这个唾液 影响肠胃功能所致 而且他那个瘦 王阳明不管哪个画像都特别的消瘦 这个也是肺结核患者的典型的外观 还有一个他提到 每到夏季 他的病就非常严重 夏季的确是肺结核病情加重的这个季节 所以王阳明最后就是死于这个肺结核 除了肺结核之外 鼠疫 欧洲那个黑死病 就是鼠疫 中国历史上鼠疫也有很多 你像我前面提到东汉末年那场大瘟疫 是什么病 到现在没有定论 但颇有一些学者怀疑 是鼠疫 那么明朝末期也出现了这个鼠疫 这个明朝末期啊 可以说是 击重难返 换任何人上来都无力回天 你看这个农民起义 满洲的这个咄咄逼人 还有一个就是农民起义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气候异常 然后呢小兵器 然后伴随着这个寒冷干旱 结果又诱发了大瘟疫 也就是鼠疫 你要知道鼠疫爆发有一个特点 就是越是那种这个干旱的那种年份 越容易爆发鼠疫 因为干旱的年份 这个鼠类 大面积的迁徙 容易导致这个鼠疫的这个蔓延 应该这么说 就是明朝 这个末期的这个丧乱 与这个鼠疫是密切相关 尤其是崇祯年年 这场鼠疫 这场鼠疫啊 按曹树基先生的写的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 1580到1644年 按照这篇论文的看法就是 明朝后期 尤其是明代末年 气候异常的背景下 华北地区 以及中国北方各地 普遍干旱少与生态环境 趋于脆弱 这种情况之下 再加上鼠疫的影响 应该说是 亚倒明朝的原因之一 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 在防治这场鼠疫的过程当中 也有亮点 谁呢 就是吴有幸的瘟疫论 吴有幸 就是亲身经历了 这场鼠疫的一位医生 有关于他的事迹 最后呢 还被编写成了电影剧本 就是大明节 虽然这个是 我们要说的是 这场鼠疫 对我们的中华民族 构成了巨大的灾难 而无有幸的瘟疫论 是这场黑暗当中的一个亮点 因为它在六银伤寒理论之外 提出了戾气可以治病 并且明确了这场瘟疫的传播的 这个渠道 就是口鼻传染 所以它极有可能是 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意识到废鼠疫存在的人 无有幸的所谓的瘟疫 是区别自然界之所谓六气 这是一次理论的重大突破 它突破了伤寒的框架 指出啊 天地间别有瘟疫可以导致瘟疫 它说 并且它还提出 说是这种瘟疫 它又要是瘟疫 说瘟疫无穷 茫然不可测意 专物六气 不言瘟疫 焉能包括天下之病予 也就是说 你们如果光是关注六银的话 你们是无法对所有的传染病 做出解释 往往一种病 对应着一种 专门属于它的原因 就是这个瘟疫 说瘟疫没病 一气自成一病 每病各又因人而变 统而言之 其变不可胜言意 这是瘟疫论的这个看法 也就是说 它已经意识到了 每种传染病 都有自己的特异性 所以针对不同的传染病 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应对的测试 不是笼统的 用六银的观念去涵盖一致 而且瘟疫论 还解释了一个现象 就是为什么 不同人 同样的病因 结果呢 不同人不同病 就是同样面对着一种传染病 为什么有的人得了 有的人不得 或者有的人病重 有的人病轻 为什么呢 他就指出了一个个人免疫力的问题 他说 本器充满 邪不易入 本器适逢 亏欠 呼吸之间 外邪 因而称之 他指出了个体的这种差异 所以 王振国先生 在评价 瘟疫论的时候 他就指出来 说是 无有性的贡献 就是 明确了传染病的概念 提出了口鼻传染 浮于膜源 而且呢 注意到了这个 个体差异 并且还指出了 传染病 有潜伏期 分为 感而即发 久而后发 感而即发 就得上就发作了 久而后发 就是有一个潜伏期 而且他还指出 说传染病 传播力度 与病邪之独立 有关 所以说 无有性 的瘟疫论 比起前世一家 应该说更加科学 更加有效 而且他那个口鼻 磨原论 也是一种新的突破 你要知道 这个鼠疫 最主要的两种 就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线鼠疫 一个是这种 肺鼠疫 那么 我们一般认为 提出肺鼠疫观念的 应该是清末 防治东北鼠疫的 伍连德 一般公认是他 但是呢 在我看来 恐怕无有性的 口鼻磨原论 可能是 世界上 更早的 对于 肺鼠疫的认知 因为他 知道了 这种鼠疫 特点是 口鼻传染 所以 他极有可能 比武连德 更早的 认识到了肺鼠疫 天花是整个人类 面对的 这个共同的 凶恶的敌人 自古以来 杀人最多的传染病 可能主要是两种 一个是鼠疫 另外一个就是 天花 你看那个西班牙殖民者 带给美洲的 那个天花 直接导致了 这个印第安人 半数人口的 这个死亡 有的部落 整个的团灭 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这个天花 对中国古代影响 也是巨大 天花是一种 外来疾病 它传入中国的时间 从文献记载来看 目前最早的 应该是葛洪 也就是 魏晋时期的 走后方 那么是魏晋时期 起码在魏晋时期 天花 已经传入了中国 然后天花 这个病 影响巨大 以至于到了后世 我们 这个关于这个天花 民间还出现了 一种信仰 斗神 你看这张画像 这是清代的一个画像 这就是一个 斗神的形象 这个脸上 这位神明 脸上带了个斗 这个出斗嘛 对不对 这天花长窗了 出斗 对吧 这就是斗神的形象 中国古人就有个特点 对吧 要么防治 要么亚治 实在亚治不如你 我把你供奉起来 你比如说 中国古代老对这个 蝗灾没有办法 结果就供那个 蝗虫嘛 蝗虫也可以 当作神明来供 这个天花 也可以 当作神明来供 就叫斗神 而且 大家看一下 这是历史上 著名的天花幻者 谁呀 康熙 康熙怎么当上皇帝 顺治 就是死于天花 结果正因为 顺治死于天花 所以 这个孝庄皇帝后 听从了当时 宫廷内的 传教士的这个建议 说是从皇子当中 选 已经得过天花的 把他立为新皇帝 因为得过天花的人 终其一生可以不再得 结果康熙 就被选中 这两张画像 坦白的说 挺有意思 大家对比一下 首先大家看 那张年轻时期的画像 我把这张图 特地放大了 给大家看这个局部 你发现有没有 脸上跟那个月球坑一样 为啥 得过天花的人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以前啊 就是经常说 麻子 几乎每个村 都有个外号叫麻子的人 为啥呢 就是因为这种麻子 多数是天花病的 这个幸存者 因为得了那个病之后 脸上长满了这个浓疮 好了之后 那个脸啊 永久性的损伤 跟那个月球坑一样 所以年轻时候的 康熙的画像 尚且能反映 其真实的面貌 但是你看 那张中年以后的画像 你看那脸多光滑 那是上了美图秀秀 你以为古人不屁图 照样屁 对吧 掩盖了皇帝 脸上的这个月球坑 真实的康熙 说白了 一脸的麻子 那现在麻子为啥少了 你看现在谁 如果脸上在坑坑洼洼的 那绝对是因为青春痘 对吧 它不是因为天花 为啥 因为1981年以后 天花已经从地球上掘积了 所以81年以后的人 没有得天花的 所以麻子这个现象 也就越来越少了 而那个康熙那个年代 这种人多得很 而且这张图 这张图片 这就是著名的 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 我们为什么放这张图片呢 您知道啊 避暑山庄除了是避暑的地儿 是打猎的地方之外 避暑山庄在历史上还起到一个作用 怎么呢 躲避天花的地方 因为清代 北京城隔几年就闹一次天花 结果每次闹天花的时候 这些皇子皇女们 往往就被护送来到避暑山庄 这地方不仅他避暑 他也能够避天花 是躲避京城天花的 另外一个满清的皇帝 不是经常接见蒙古王宫吗 这些蒙古的王宫啊 很害怕北京的天花 最后清朝皇帝呢 就选择经常在避暑山庄 接见蒙古王宫 原因就在于 这个地方呢 靠近蒙古草原 然后呢 又离北京不算太远 刚好在一个中间点上 大家都能接受 就这样 所以避暑山庄 他不仅风光 优美 不仅凉爽 而且关键是 他呢 还是一个躲避天花的一个圣地 除了天花之外 除了这些人类的传染病之外 你要知道 在中国历史上 对于牲畜的传染病 也是非常注意的 非常重视 原因很简单 你比如说牛 牛是农耕的主义军 你比如说马 马是重要的军备 对不对 大家能不重视吗 就是其他猪啊 鸡啊 得了传染病 大家也很心疼啊 所以古人非常重视 这个牲畜的传染病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叫丙吉问牛 这里边就体现出这一点 丙吉是汉代的宰相 结果有一次 他这个车行驶在 长安的街头 结果发现 有两个人在斗翁 其中一个人被杀翻在地 血流满地 他呢 不管不问的就走 就过去了 结果 再往前走 发现 有一个农夫牵了一头牛 在路旁 结果那个牛在大喘气 丙吉马上停下来 就问这个农夫 说你这个牛 是不是得病了 什么时候得的病啊 问得非常仔细 后来有人就说了 说您这个宰相怎么不分轻重呢 按理说人命重于牛的性命嘛 人被杀伤在地 你不管不问 结果你却问牛的病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丙吉回答说 这才是我一个宰相该做的事 为什么呢 街头斗翁 属于地方治安案件 地方治安案件 自有地方官负责处理 不是我这个宰相应该过温 可是那头牛大喘气 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季节并不炎热 牛不应该这样喘气 牛这样喘气 说明他可能得了牛温 而牛温一旦蔓延 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 影响到农耕的话 这才是影响天下的大事 所以我要问个仔细 丙吉说人文化的意思是啥 抓大放小 就这个意思吧 但是你从这个故事 你能折射出啥 就是古人对这个动物的传染病 也是相当重视 尤其像牛啊马呀 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牲畜 他是非常在意 而且我们刚才提到马 为了躲避马温 还诞生出一个民俗来 什么呢 咱们先说西游记 那西游记里边 玉皇大帝给孙悟空封了什么官啊 毕马温 查遍古代的直官制 哪有一个官制叫毕马温 从哪诞生出个毕马温 毕马温是谐音梗 毕马温 躲避马温也 由何而来 因为古代有一种巫术思想 认为马棚里边如果养个猴 就能预防马温 所以避马温 乃躲避马温之谐音 齐迷药术里边 你看这比西游记早得多吧 齐迷药术里边就提到过 马就里养猴 能消百病 本草纲目也沿用了这个说法 另外一个 明代赵南兴写的赵忠义公文集 这里边就说过 说马就续母猴 避马温一 逐月有天轨流草上 马食之永无疾病已 养个母猴 母猴月经血流到那草上 马吃了之后 这个可以不得传染病 这当然没什么科学依据 但是你也知道 古代有很多的无数思想 是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 他就这么个信仰 他们相信这个 所以古人普遍有个观念 就是马就两个猴 而且到了后来也不分公猴母猴 只要有个猴 就能够躲避这个马温 所以避马温 玉皇大帝 坏啊 说白了 他给孙悟空封了母官 孙悟空还高兴 其实那是玉皇大帝骂你的 意思是你终究还是个猴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古代拴马庄上的猴子 拴马庄是古代的停车位啊 对不对 放在你家的宅门前面用来拴马的 而这个拴马庄上面 这个柱头经常出现猴子的图案 后人解释为 这是吉祥的用意 马上封猴 那属于后人强加的一种解释 原始的含义 其实就是养猴能够避马温 所以拴马庄上经常出现猴子 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种无数思想 也能折射出古人对于这个 动物瘟疫的这种重视 当然了 那么古人在应对瘟疫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经验呢 其实有不少 你比如说隔离 古人呢 很早就意识到 传染病如果能够隔断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那么就能有效的防治 你比如说 论语里边就记载 说孔子的弟子 染羹换机之后 孔子去见他 师徒两个人 只能隔着窗户来对话 为什么 按理说儒家 最重礼仪 弟子见老师 怎么能隔着窗户对话呢 原因就在于啊 这个染羹得的是什么病 刑柄作书说 染羹有德行 而遇恶疾也 什么叫恶疾 古代对恶 这个恶疾 多数情况下指的是 另外一种令古人 弹指而色变的传染病 麻风病 麻风病你要知道啊 不仅有致死率 关键是麻风病得上之后 外形非常的恐怖 你想一想 皮肤大面积的溃散 毛发 眉毛 脱落 甚至有的人那个鼻梁踏陷 鼻子中间 这一个洞啊 脸中间一个洞 你想想 它比伏地膜看着还要可怕 对吧 所以这种外形非常恐怖的疾病 使得患者甚至都自闭 得上这个病之后 你不隔离他 他都想自己去隔离自己 因此这种病 人们经常用隔离来对待 染羹得的就是病 所以即便是孔子 即便是儒家 也得这样子去实施隔离 还有一个 云梦睡虎地勤俭 记载了秦国 对于麻风病的审查 和隔离程序 在封诊室里边 记载说 囚徒当中 如果有人怀疑为 麻风病的话 要组织一人 来进行诊断 诊断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眉秃 眉毛脱落 还有一个叫 银本绝 牙银呢 萎缩 那个牙齿越来越长 牙银萎缩 还有一个鼻梁塌坏 另外一个刺激鼻 不剃 就是他那个神经 已经不敏感了 你去拿个草棍 在鼻孔里捅一捅 它不打喷嚏 另外一个身上有溃烂 还有一个没有含毛 如果是符合这些症状 那么他就是 利 利就是指的是麻风病 那么该怎么办 这个勤简里边说 承担 鬼心利 合论 当千利签索 就是除以承担 和鬼心刑罚的人 如果得了这种病 怎么办 把他们迁往 利签索 利签索就是个 麻风病的隔离场所 就隔离开 省得你影响其他的健康的囚徒 就这个意思 你看这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 一整套的这个诊断的这个标准 其实不仅是麻风病 很多病 古人都用隔离来处置之 甚至后来 有的上班摸鱼的人 还专门利用你的这个规定 你比如晋书 王标之传就记载 说是近代的时候 有一个规矩 就是大臣家里边 如果有三人 得了相同的传染病 那么你身虽无病 百日不得入宫 意思就是说 为了保证皇帝的健康 为了保证朝中 其他大臣的健康 你家里边如果 有三个人以上得传染病 你啊 百日之内 你不得进宫 你跟大家隔离开 你知道 这特别有利于 那帮的上班摸鱼的 只要报告 说我家里边 有人得传染病了 好 一百天的带薪假期 爽不爽 所以啊 王标之对这个现象 深恶痛诀 他上书皇帝说 积义之年 家无不染 若已知不复入宫 则直势顿缺 亡者公省空义 就是 你这个传染病来了 谁家没个患者 你如果说 因此就百日不入宫的话 你朝堂不就空了吗 没人上班了 因此呢 在他的建议之下 把这个制度呢 算是给废除了 不过你能看得出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种 换句话说 你就是没病 为了预防性 也要实行隔离 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 另外一个 我们中国古人 为这个世界的传染病的防治 还做出过一个重大的贡献 是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 免疫学的这个实践 什么呢 就是 人斗术 刚才提到了 天花 天花 杀人无数 自古以来如此 而从明代开始 我们中国人发明了一种办法 叫人斗法 而从明代开始 一直到1981年 这段时间内 由人斗而牛斗 由牛斗而普及 最后 人类终于消灭了天花 这是中国传统医学 对人类做出的一次 巨大的贡献 所谓的人斗法 原理就是 用人工手段 引发一个低烈度的天花 得了天花不是必死 有的人能扛过去 扛过去之后 古人意识到一个规律 凡是得过天花而没死的人 终其一生 不会再染 所以 他的一个联想就是 以毒攻毒 就是我们能不能用 人工的手段 引发一个低烈度的天花呢 结果人斗就 就此就诞生了 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清代 豆科金进妇集解 这本书里边提到了 说是 文众斗法 起于明朝龙庆年间 宁国府太平县 由此蔓延天下 就是说这个技术 是明朝龙庆年间 宁国府太平县 从那开始 一直到清代 太平县出来的医者 都是以众斗而著称的 那么人斗的重法 有四个主要种类 一个叫斗衣法 就是取那个天花患者的内衣 给健康的小儿穿上 第二种叫姜苗法 就是把这个天花患者的 那个浓疮的那个姜啊 用棉花给它沾上 塞到被接种者的 那个鼻孔里边 诱发一个低烈度的天花 产生抗体 第三一个就是汗苗法 就是把那个全预期的 那个患者身上的 那个脱落的那个豆颊 给它碾成粉 吹入到被接种者的鼻孔 还有一种 就是更安全的方法 叫水苗法 就是把这个豆颊啊 给它碾成粉 用水条 而包在棉花里头 把它塞入到 被接种者的鼻孔里边 由于这种办法呢 比较的安全系数 比较高一些 所以逐渐的成为了主流 这种办法 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安全 还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 但是后面两种办法 也就是汗苗法和水苗法 坦白地说 安全系数稍微高一些 而这个人豆法 发明出来了之后 后来就传到了外边去 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文明是因为交流 而更加文明 文明从来都是互通有无的 我们可以从外边引进医术 我们的医术也可以传到外边去 这个中国发明的人豆法 后来呢就传播到了俄罗斯 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亚美尼亚人 等这些人 比较喜欢用这个人豆法 后来 由亚美尼亚人 把这个办法传到了土耳其 结果呢 英国驻土耳其的公使夫人 叫蒙塔古 把这个方法又传到了英国 后来呢 在英国种人豆 未然成风 后来 俄国的叶卡吉林娜女皇 我们也知道 她被称之为叫大帝 对吧 她呢 听说英国有这个办法 而当时的俄国人 你别看 在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当中 已经有了这个人豆法 但是俄国社会的主流 并不接受这个 所以呢 叶卡吉林娜决定 以身作则 来打破这个固有观念 所以她从英国 专门请来了一位医生 给自己接种人豆 你要知道 这家伙石破天惊啊 很多这个臣下坚决反对 怎么能够在这个沙皇的身上 实施这个危险的手术呢 但是叶卡吉林娜知道 我如果不以身作则的话 我的臣民很难接受这个东西 因为俄国是个 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她的坚持之下 英国的医生给她接种了人豆 而且她还告诉这个英国医生 你给我接种完了之后 外边给你备了马 给你备了盘缠 你和你儿子赶快走 到港口坐船回英国 因为接种完了之后 有几天的危险期 至于这几天的危险期 我是死是活 跟你没关系 你赶快走 所以说这人家还是 这个有格局的 结果呢 她种植人豆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 俄国开始大面积地 接种这个人豆 叶卡吉纳斯那边 英国又出现了 更安全的牛洞法 我前面说了 人豆用来治疗天花 预防天花是很有效的 但是人豆仍然 有一定的危险性 而这个英国的医生詹纳 他家族里边 就曾经有人 从事人豆的种植 结果呢 受此启发 詹纳后来又发现了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奶牛厂工作的 这个工人 从来不得天花 因为他们往往从牛身上 得过那种轻度的那种天花 所以呀 他决心实验一下 结果在1796年这一年 人体实验成功了 一个儿童在人工控制下 接种了牛豆 这回不是人豆 是牛豆 然后发烧 然后痊愈 这张画像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 这张油画 就是詹纳正在给这个儿童 接种这个牛豆 而这个牛豆 种植成功了之后 后来的推广 则要归功 另外一个历史名人 就是拿破仑 你别看拿破仑跟英国是敌人 但是英国人发明的牛豆 却率先被拿破仑用来 做了强制免疫 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全民性的强制免疫 也就是接种疫苗 是从拿破仑开始的 1804年4月份 他就发布了重斗令 劝告法国国民重斗 第二年命令 军人强制接种 只有军人当中 已经得过天花病的 你可以不接种 而这个办法有效地遏制了 天花在法国的蔓延 后来被各国所效仿 一直到1981年 世卫组织宣布消灭了天花 你可以看 世界各国像监力一般地 把这个技术 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让它变得更安全 更有效 然后这个牛豆 先是在欧洲 发扬光骂起来 然后它出口转内销 又回到了国内 而且回到中国的时间 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 19世纪早期 在广东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广州有13行 能够跟洋商有接触 广州当时就已经知道了 牛豆的存在 也知道这个办法 更加的有效而且安全 所以在13行的促进之下 当时就已经有一批人人之士 就立志于从事牛豆的引入 你不要说有一个叫秋喜的人 他写过一个引斗略 他本人就是一个人人之士 他引进了牛豆 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计较自己的经济得失 以拯救苍生为己任 而且为了让国民能够接受这个 他还专门从中医理论 来解释这个牛豆 当时民间有些人 对这个牛豆是抵触的 第一是养鬼子的玩意儿 第二一个 说是人只能接触人豆 怎么能接触牛豆呢 接触牛豆之后 就会长牛脚 长牛蹄子变成牛 结果呢 这个秋喜给大家 在那个书里边解释 他说呀 这个从五行这个角度解释 他说五处当中牛属土 而五脏当中脾脏也属土 而这个天花乃脾脏之毒 所以呢 用这个牛豆 把这个铜属土的脾脏之毒 给它引发出来 并且种植在手臂之上 这是什么呢 手上扬三交经嘛 由此可以同时抵达皮毛 血肉 经络 所以说呢 一举而多得 而且他为了适应 当时中国社会的观念 还提出男左女右 男童要接种在左臂上 女童要接种在这个右臂上 等等等等 用这个办法 逐渐说服民众去接受 所以说这个牛豆的 传播的过程 也是有很多的人去努力的 而这个技术就这么说 从明代开始 一直到这个十九世纪 然后就这么接力式的 出口转内销 回来之后再发扬光大 这样的人类就是用这个办法 逐渐地展开了一场早期的全球化的合作 而终于 到了1980年代 我们人类终于消灭了天花 这是一次伟大的医学事件 所以说中国古代也曾经对人类的这个传染病的防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现在心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 这些是中国人致死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 也是新中国卫生事业进步的体现 所以自古基金 传染病史不绝出 而人类也在应对这个过程当中 诞生了很多的文化 诞生了很多的风俗 也找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 古代也许没有科学的系统的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起码 有着我们的医学实践的经验 有着我们新火相传的这样经验的传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组结出了很多科学有效的办法 所以纵观整个传染病史 也能够看到人类生生不息的那种努力 历史学是人与人关系的学科 疾病除了影响健康 还对社会稳定 社会结构和人的思想可以造成冲击 重大的瘟疫 以及防疫措施 古代的医疗体系 常生药与政治 从这些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还能看到人们为了对抗疾病 追求健康所采取的种种的手段 以及这些行为 对历史进程 对人心的那种改变 这些人物 他们的这些生活细节 可能原先不为大家所重视 但是这些细节综合在一起 有时候更能大度人心 贵族身份的话 是纠缠着韩西龙 他也没有办法摆脱 另一方面 他又穷得不行 只能要好 恰恰是在这个时候 朴姆出现了 可以说是在他的人生里边的话 突然间射进了一道光 他是当头望鹤的 让韩信一次性地找回了尊严和认同 让他切实地感受到 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于吃饭的意义的存在 他的舞台是什么地方 是整个天下